Location 其實買樓要的是什麼 Location Location 還要是海景的Location 但是至關鍵是什麼 實用 今天我Philip 和你再介紹多一個奇跡 接著 進來這個單位 當夕陽西夏的時候 你可以慢慢坐在這裡 欣賞一下這麼漂亮的 暗船洲海景 是這麼寫意的一種生活 開縫式廚房 而且方方正正 空間感夠大 大家過來洗看 600呎不到的四房 有幾奇 水手間在我這邊 好 第一間房 你看到的 除了圓景之外 還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海景 然後 接下來我們再看看 這裡是另一間房 如果你家裡有一兒一女 這個房 就剛剛好 四個房 雅仔一間 雅女一間 完全不會有影響 還有一間 如果你的愛母 都過來住 都沒有問題 這間房就特別了 大家進去可以看 其實這間房 還有一個露台 而且這個露台 是望向獅子山 景觀開陽 來到主人房之後 其實這個主人房 在門後面 還有一個衣櫃位 主人房 是有套房的設計 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就很喜歡 不知道你怎麼看呢 如果有興趣 自己上來感受一下 拜拜 好